喀布尔爆发抗议活动 谴得美国挪用阿富汗资产 美国关闭驻乌克兰大使馆 石泰因迈尔连任德国联邦总统 中国航天员首次太空过元宵节 北京冬奥会掀起冰雪热潮 三亿人上冰雪 从远景变为现实 从零到一 从北到南 从小众到大众 从规模到品质 冰雪旅游全面升级 市场空间隔职建成 冰雪旅游体验 缘合成为刚性生活需求 整体生活水准在不断地提升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从冷资源到热经济 后冬奥时代 如何延续冰雪红利 雪是冷的 但是用心的服务 可以让人很温暖 真正的军区化愈乐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 本期瞭望评辩天下 为您梳理一周要闻 一名男子在抗议活动现场高声呼喊 当地时间2月15号 在阿富汗喀布尔 数百名民众举行抗议活动 谴责美国总统拜登 挪用阿富汗央行资产的决定 示威者称阿富汗的钱 不应该用来赔偿 911事件受害者 这是美国驻乌克兰基辅的大使馆 当地时间2月14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 以下令关闭位于基辅的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并将暂时性地 把留在基辅的少数外交人员 转移到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 当地时间2月13号 在德国首都柏林 施泰因迈尔在德国联邦大会上致辞 德国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 13号在第17届 德国联邦大会总统投票选举中获胜 成功连任 这是航天员王亚平 在空间站带来的古争表演 2月15号元宵节当晚 神州13号航天员成组 在太空为全国人民送上元宵佳节祝福 2020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安徽考察调研 将防汛救灾和治河治江治湖 作为考察重点之一 2022年2月14号出版的 2022年第6到77 《料网新闻周刊》 治国理政纪事专栏聚焦安徽治理水生态 保护水环境的生态保护之策 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抓好大保护推进大治理 明大小之策共相永续发展 明上下之策共担生态成本 明进退之策共享安兰乐业 明标本之策共谋长久之志 引江济怀为候鸟让道 为鱼类修路 发展适应性农业 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这个二月中小学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 距离双减政策大幕拉开也已经半年了 这项政策执行的怎么样 效果又如何呢 2022年2月17号出版的2022年第四期 瞭望东方周刊 回看双减政策落地的这半年 不合规的校外培训机构大幅压减 课后服务由教师主导 向老师家学生双驱动过渡 父母依法代拔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 下好双减这盘打期 一方面是要终结刷题时代 一方面更要开启全新的高水平人才 培养体系 这个虎年的农历春节 喜庆的气氛的营造 少不了北京冬奥会的鼎力支持 统计数据显示 自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 参与过冰雪运动的人数是3.46亿人 这个冰雪季你上冰上雪了吗 乘着冬奥会之风 我国的冰雪旅游冰雪消费 又会迎来怎样的 发展图景 2月20号 一直火爆的冰雪旅游 推向高潮 这个寒假 喜欢滑雪的三年级学生 裴浩晨在家人的支持下 报名参加了滑雪东令营 这让他十分开心 特别好玩 好玩就在滑的时候 感觉像坐飞机 就还有风吹着 地处西北的兰州市冰雪 屏负不足 但在白色经济的带动下 从最初的只有一家滑雪场 发展到现在周边区域已经有五六家滑雪场 为孩子们创造了更多参与冰雪运动的机会 我在冰场旁边看到 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冰上跳舞 特别美 我就对滑冰有了兴趣 南宁市位于北回归县南侧 在自然条件下 户外几乎见不到冰雪 少有的室内滑冰场 让爱好者在这里找到了冰雪运动乐趣 春节假期期间不少滑冰场和室内滑雪基地一票难求 市民携家带口体验冰雪乐趣的身影随处可见 中国旅游研究院1月发布的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2指出 尽管有疫情影响 但是在北京冬奥会冰雪出境旅游回流 旅游消费升级 以及冰雪设施全国布局等 供需两方面刺激下 全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 从2016到2017冰雪季的1.7亿人次 增加2020到2021冰雪季的2.54亿人次 预计2021到2022冰雪季将达到3.05亿人次 收入有望达到3233亿元 报告指出 冰雪旅游市场呈现小区域 低消费 高频次 旅游本地生活化 服务自助化 冰雪观光和滑雪休闲度假并重的特征 不少旅游业者发现 人们对冰雪旅游的期待 已从过去初级的观光 体验 尝试 转向深入参与一些相对专业的冰雪运动 这个冬日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名枪开赛 寒冷的冰雪承载了越来越多人 对诗和远方的美好畅响 冰雪之风由北向南 又将呈现怎样的新样貌 好的各位 今天这个特别热的冷话题 我们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系主任王学峰 欢迎您王主任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王健 王健好 一平你好 今天是冬奥会的最后一天了 王健看完这节冬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节冬奥会确实非常非常成功 就从各种各样的数据 也包括各国运动员的这种感受来讲 确实办得非常非常成功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对于冰雪运动 有了更多的鉴赏的能力 有了更多的喜爱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冰雪运动 在我们国家的这种带给我的直观感受 第一次上雪道 大概20多年前了 在黑龙江大名鼎鼎的亚伯利滑雪场 那个时候觉得很过瘾 当时回到北京想去滑个雪 特别不好找地方 而且你打听谁谁也不知道 说到哪能滑个雪 但是现在你看到了冬季 北京有多少滑雪场 更慌论每年冬季 北京有很多朋友去张家口 去各个地方去滑雪 买了雪票之后 你还必须打电话预约 你不预约 你去了进不去门 因为人太多 大家都在感受冰雪带来的这种快乐 一次大的体育盛会 比如说这个规模最大的 夏日奥会和冬奥会来讲 它对于旅游产的带动 应该是全方位的 首先它在短时间内 拒绝了全世界的目光 形成一个非常轰动的效应 叫做眼球经济 那么在这个光环之后呢 后续的那些场馆的在内用 又引发了很多的话题 你比如说之前 我们08年奥运会 留下的鸟巢水利坊 已经成为著名的围景区 也是游客到北京来的 一个打卡点之一了 当然回到今年的 北京冬奥会呢 我们在这次奥运会上 跟以往展示的是不太一样的 没有留下那么多的一些 像地标性建筑 这一次我们有一个滑雪大跳台 它是做了守光工业遗产 园区里边 这就说明什么呢 我们在办冬奥会的时候 非常的理性 也更加的从容 也充分展示我们大国的这种自信 在场馆利用方面呢 也灌入了一种可持续的发展 这里面我们看到 最近一段时间刷屏的 有运动员 有谷爱玲 有苏一鸣 参加过八届冬奥会的老将 当然还有冰敦敦 雪荣楼 他能够给我们的 比如说冰雪运动 冰雪产业带来什么影响 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你看过去中国人了解冬奥会 最初了解的就是速度滑冰 为什么速度滑冰呢 因为我们最早是拿了一块银牌 是叶乔波 那后来拿到金牌大洋洋 对吧 近些年雪上项目开始了 最早我去滑雪的时候 哪见过单板 没有人滑单板 那现在你看我们的雪场建设当中 不仅有单板的 有各种各样的坡 你可以玩一些技巧了 这就说明大家对于冰雪运动 从一开始初步的一种印象和喜爱 到最后逐步的定位 自己喜欢什么 这是伴随着我们目光 越来越聚焦到这些明星运动员身上 可能带来的这种效应 我想经过今年的北京的冬奥会 如果你再过15年20年 可能我们又有限出一批孩子 为我们摘尽多瘾 我们这几年来讲 应该说初步形成了 以场馆运营为基础 以群众的健身休闲和竞赛竞技 这个为核心 以冰雪装备制造为支撑 再加上我们的冰雪旅游 为重要的动力 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也是落实了总书记 刚刚讲的让三年人 参与密尔运动这个指示 这是中国最北端的 黑龙江省墨河市 每逢冬季 全国各地的游客 会来墨河找北找冷 据统计 以依托独特的冰雪旅游资源 仅墨河市北极村就有近300户民宿和100多家餐馆 村民人均年收入在万元以上 这几年北极村新增了很多旅游的项目 也新增了许多打卡地 就拿我们宾馆来说吧 我也在逐年的升级提升自己家 听宾馆的品质 在冰雪旅游领域 老选手求新求变积极转身 而新入场的玩家也依托自身条件 在冰雪旅游赛道内迎风前进 瓦屋山位于四川省洪雅县 海拔最高达到2800多米 拥有近11平方公里的 形似桌面的山顶平台 冰雪资源得天独厚 从2018年开始 瓦屋山景区连续举办 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 滑雪体验 雪地摩托 雪地冲锋舟等冰雪运动项目 得到广泛开展 目前四川多个有冰雪旅游资源的城市 正发挥优势 举办各具特色的冰雪体育活动 推进冰雪经济的发展 在冰天雪地里吃火锅 在冰天雪地里参加纳达木大会 参加摇滚乐 那么在冰雪季中间去城市 住在酒店里去 可以看北极熊 可以看企鹅 这都是过去我们想象不到的 我们看到很多华南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 开始建冰雪旅游的主题场馆 通过人工的方式 让大家走进冰雪 感受冰雪 随着各类冰雪旅游的竞争 愈发激烈 让人眼花缭乱的是 冰雪类旅游产品 大多是以观赏冰雕 冰灯和吸雪为主 冰雪民俗体验类 和冰雪目的地度假区旅游类产品较少 从而造成产品较为单一 缺乏自身特色 进而陷入大打价格战的尴尬境地 更为重要的一点 冰雪旅游需求的持续释放 离不开有序的市场管理 部分冰雪旅游景区 由于服务意识淡薄 经营管理混乱 坐地起价 强迫消费等 一锤子买卖 对冰雪旅游品牌形象 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那么在政策引导 资本涌入 需求旺盛的良好形势下 如何走好白色经济 这盘棋呢 冰雪旅游 和我们通常讲的 海岛游啊 或者城市游啊 这有什么样的区别 冰雪旅游发展呢 它有一个先天性的限制条件 第一个就是场所地域限制 因为冬季嘛 冰雪 那肯定是在北方 得到北边 北方来比较多一点 对 那么第二个就是游完的时间 大概也就是12月 1月2月 最多就是100天 所以说时间上和空间上 它有一个很强的限制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在这个技能性方面 我们开发想说 这个冰雪的旅游啊 它还需要一些 场地的装备 和个人的装备 它还需要一些技能和技巧 这个呢需要学习 它的体验性 参与性 健身性 休闲性 一旦转化为一种习惯以后 它的粘性是很强的 我觉得确实 医生的这个装备 加上血镜手套 加上头盔 那事实上 这个滑一次血成本很高 你看今年我们冬奥会采访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记得一位 黑龙江的运动员就讲到嘛 说在他作为孩子 刚开始练的时候 买了一双冰鞋 就很贵很贵 他觉得家里负担不起 等到他进了哈尔滨队的时候 他那双鞋就根本跟不上了 必须换一双 到这个水平的这个鞋 最便宜的多少钱呢 在那个时候是2500块钱 用他的话讲 是他们家一年的收入 所以这就是冰雪运动 横跟在很多朋友面前 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这个话 反过来说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 现在玩冰雪了 也是因为我们整体生活水准 在不断地提升 他那么多朋友 还发个朋友圈 发个短视频 自己滑得英姿撒爽的 还非要买上特别漂亮的 滑雪服和专业的滑雪装备 我觉得就是因为喜爱 而且买得起 这里面有一个研究当中 说了这样一句话说 现在我们的冰雪旅游 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 两代崛起 全面开花的格局 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 整个国家来说 在全国各地各个省份 可能都有一些冰雪的 一些旅游点 支撑点或者增长点 可以通过不同的 科学的艺术的运动的 旅游的相结合的一种手段 来实现我们相关产品的供给 整个来讲 这既是我们说 受资源设施条件约束 另外一方面也是市场需求 投资驱动的一种结果 我们冰雪产业的发展 应该来讲在突破了 原来说从零到一 从北到南 从小众到大众 从规模到品质 应该来说 这个是非常好的 欣喜的现象 这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格局 这里面像冰雪运动 王主任您觉得 会不会产生同质化的问题 会 因为我们冰雪的产业 发展的起步是比较晚的 但是发展的速度很快 所以不可避免的 就会导致什么呢 一哄而上 重复建设 所以在供给和需求方面 它肯定是有些脱节的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创新是不足的 别看着别人 这个很挣钱 我也去做 但是基本上是同质化 所以导致我们说了 我们现在的旅游 更多的是说 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 而是说我们现在叫做 高质量发展 所以对于相关的服务 和它的配套能力 我觉得就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冰雪旅游另外有一个特点 比如说去雪香 可能南方朋友会想说 去一次 下一次去 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2018年时候 雪香出过一次 宰客的情况 整个的声誉 受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样短视的 宰客行为 是过去的老黄历了 现在信息时代了 我宰了它 它转头 它就发到网上去了 然后大家都众所周知了 分分钟你的声誉 就砸到地面上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 尤其是旅游产业的从业者 确实在这方面要有意识 你的口碑是一点一点 积累起来的 但一个震撼性的 恶性的事件 就足以把你的多年积累的名声誉 一下子打回原形 所以在这方面呢 做旅游确实是要久久为公 冬奥赛场的拼搏 暂告一段落 民众对于冰雪旅游的热情 却不会立刻降温 那么如何将这份酝酿已久的热情持续 考验着各地旅游市场的智慧 十三五开局之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迎接一个大众旅游的新时代 当的十八大以来 旅游业驶入发展快车等 2019年的国内旅游 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市场规模 分别达到60.5亿人次 1.55亿人次和1.45亿人次 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和出境旅游市场 实际上自然条件和地域因素 是影响冰雪旅游和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 在冬奥赛场中 占据奖牌榜前列的冰雪强国 冰雪旅游业也较为发达 发展模式各具特色 冰雪运动是欧洲国家的强项 甚至被看作是经济引擎之一 在欧洲大约有600万人被定义为常规滑雪者 那冬季运动产业每年给欧洲带来 100亿欧元的营业额 创造150万个就业岗位 对普通欧洲人来说 冰雪运动不仅是商业 更是文化和健康生活方式 各种类型的冬季运动 几乎是欧洲家庭的必备选项 大部分的欧洲孩子从小就接触冰雪运动 有些从两三岁开始学习滑雪 那更常见的是全家一起上阵造就了全民冰雪运动的壮观景象 加拿大的冬天寒冷漫长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冰雪运动也非常兴盛 这也离不开政府对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项目的推广普及 比如说在安大略省很有特色的一个措施是 一到冬天一些标志性景点就被有关部门音视力导 变成溜冰场 这包括首都沃大华国会山庄门前的广场 也包括多伦多市政厅门前广场 里多运河也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冰道 这就意味着民众可以花很少的钱 甚至不花钱就能就地从事冰雪运动 德国各级政府对冰雪运动配套设施建设的投入 以及联航的运作管理体系 能够保证从任何一座城市出发 一小时车程内都会有相应的冰雪运动场所 德国的冰雪运动场馆 有着严格的质量标准和人员资质认证 冰雪运动的消费 也在普通人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同时各个场地还设有少儿滑雪速成班 那么这些都极大的提高了普通人对于冰雪运动的兴趣 如果说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 为大众广泛参与冰雪制定了三亿人上冰雪奋斗目标 那么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 则为全国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 吹响冲锋号 2015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的8年 见证了冰雪旅游全面升级 那么应该如何拉长消费链 让冰雪经济火下去呢 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1到2023当中 明确的多液态融合之路 构建多样化 个性化 特色化的产品攻击体系 被认为是冰雪旅游产业具体的发展路径 我们有很成功的例子 我去过豪尔滨的冰雪街 大家都知道 一到那儿那个冰灯的冰雪大世界 年年都做非常有名 你进去之后那各种各样的冰灯 巧夺天宫 让你感觉非常震撼 其实那各种各样的冰灯当中 都蕴含着很多文化在里头 而去哈尔滨的这个冰雪节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它是跟相应的文化旅游 结合在一起的 你比如说去老乡家里吃一顿杀猪菜 然后喝农民那样的那个叫小烧 体验的是东北的民族文化 所以冰雪家文化 我理解更多是用产业化的方式 用专业旅游的视角和态度 去打造冰雪的特色产品 王主任有没有您个人觉得 刚才王健说到的是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有没有您个人去到过看到过的 为游客提供参与化服务 还真有 因为我们说虽然说把冰天雪地 转后一种旅游场景 雪是冷的 但是用心的服务可以让人很温暖 你像丹麦 哥本哈根有一个小的公园 冬天 虽然不大 但是人却很旺 旺的什么地方呢 它在露天有很多碳火的烤盆 那么我们可以 随时的可以烤手 另外一个还可以什么呢 喝一杯热咖啡 非常人性化的一个细节设计 比如说挪威 挪威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就说在东奥会拿的奖牌 要比夏季奥会拿奖牌要多的 对 当然这个国家也比较特殊 三分之一的国土在北极圈里边 高纬度 您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群伦基础太好了 它挪威人叫 踩着滑雪板出生的人 对 所以他们这个 挪威这个国家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运动装备 有两个世界级的品牌 就说它把冰雪运动 冰雪文化和它的冰雪制造 装备制造 很好的结合 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一个就不得不提的就是瑞士 瑞士作为这个滑雪的 爱好者的天堂 RBS3嘛 他们对于这个市场客人的挖掘和培育 很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个就说把滑雪作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从小让孩子们喜欢上滑雪 了解滑雪 你像我在延庆考察的时候 就曾经给当地的领导就讲过 现在老师提研学教育研学教育 完全可以把滑雪这些滑雪场 让学生们来嘛 上几次课它就会了 然后会了以后 它就肯定还会带着家长来嘛 冬奥会现在已经进入尾声了 我们未来还要迎来冬残奥会 两位觉得未来我们的冰雪运动 我们的冰雪产业要想更好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现在的阿勒泰亚 被预为叫做人类滑雪的起源地 在一万两千多年前 就在阿勒泰地区发现了滑雪的炎化 所以我们在发展 我们中国的冰雪流产的时候 我们既要有国际事业 面向现代的 同时我们还要坚定 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 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 跟我们的冰雪 现代冰运动完美地结合 我觉得北京冬奥会 可能带来的这种影响 可能未来十几年 几十年 都不会衰退 而且会持续地高涨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队伍组建的时间并不长 你比如说钢架雪车 类似很多的这个项目 那未来能不能 真正的精细化运作 让更多的项目 寻常百姓 大家都能玩得起 有地方去玩 我觉得对于大家 享受冰雪的快乐 也会愿意